她叫魏美女 今年30岁 她长相甜美 娇小可爱 活力四射 她喜欢用笑容去面对一切 她的笑容温暖而又明媚 她在网络上的点击率累计数千万 并荣获2019中国年度影响令女性提名 魏美女的身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魔力 掌声有请魏美女 来 做下次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魏美女 今年31岁了 来自宝基 魏美女 我以为是美女是那个美 美女的帅哥的那个美 其实她这个位置三点水那位 梅子的梅 木字旁的梅 这是你的本名吗 这个是我来福利院了以后 福利院的叔叔阿姨们给我起的名字 你在福利院长大 是的 我也是听说了很多版本吧 就是我两岁多 奶奶出去买菜去了 然后我紧随着奶奶出去以后 就发生车祸了 家里人就不要我了 就是被丢在胃盒边 然后被警察叔叔捡到以后 送到福利院 所以姓这个位 也有人说 我是小时候在大年三十的晚上 在一个纸箱子里面 然后说伤口还没有处理干净 就是就很简单地处理了一下 然后被院里人有看到 这些所有的这些传说 你都是听别人说的 对 打技士气 就是福利院的生活 对 那福利院怎么生活呢 我们那个环境是封闭式管理的 最小的可能只有几个月大 甚至有早产的 有一些有问题的孩子 像脑胎啊 肢体残疾啊 还有精神病啊 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一起 然后有阿姨教 教一些比较学得快的孩子 做一些事情 然后她就会带着我们一起做 所以我们都是大的帮小孩子 小孩子帮更小的孩子 彼此互相帮助 对 但自己也要自力更生 更别提什么孩子有人喂饭之类的 对对对 都自己吃 那读书呢 读书是我们小朋友一起 外出在同一个学校念书 小一点的孩子放学早就早早回家 大孩子会接我 就等着我一起回家 就推我 你那上台阶上上下下呢怎么办 我自己都可以 自己那个时候就可以 学习成绩好不好 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好 也是那个时候因为学习成绩好 老师喜欢我 同学们也喜欢我 我们来看一下魏美女 平日里的生活 从早到晚是怎样的 有一段小片来看一下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 时间着急的重刷着 剩下了什么 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 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 纵然似梦啊 半醒着 笑着哭着都快活 谁让 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 心事又风云又水雨 争不过朝夕 又念着往昔 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 岁月是一场有趣 无悔的旅行 生活的每一帧画面都很美 对 你能坐在沙发上 坐一个那个扶握称吗 我看看 可以 这个很软 难做 对